出到国场公路喜剧电影 大家首先想到的恐怕会是《太窘》 另外还有一部也是由徐征王宝强主演的电影 《人在窘途》也在其中了 这两部影片在票房和口碑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现在又有一部同类型的喜剧电影 《一路顺风》要上映了 他们的班底也是《人在窘途》的原班人 只不过主演变成了陈思诚和鲍贝尔 一次两次大家看着新鲜高兴 这第三次再度来席的话 观众是否会买账呢 各位主创是否有信心 再度掀起一次窘途狂潮呢 虽然不想与《太窘》做对比 可是在电影《一路顺风》预告片公布之后 不少观众发现 这部电影和《太窘》有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陈思诚和鲍贝尔一帅一怂的组合 就与徐正与王宝强如出一辙 面对与这对经典喜剧搭档的比较 鲜少出演喜剧的陈思诚 是否真的毫无压力呢 在人物造型上 如果说陈思诚要比徐正更帅气一些的话 鲍贝尔的蘑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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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尔 可能那个发型就本人因为和剧情中的形象太不服了 就你看我这么浓眉大眼就帅了 虽然急于与《太窘》撇清关系 但是毕竟两部影片属同一类型 也有不少相似之处 面临着《太窘》超过12亿的高票房 以及观众有可能产生的同类型影片的审美疲劳 这双重压力 电影《一路顺风》的主创们 会否对影片票房有所担忧呢 非常热播 然后会得到很多人认可的一部电影